大家好,我是Mate学院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今天继续给大家一起学历 学习Rails敏捷开发的仿推出网站 那么这一节课是我们的第三节课 主要会给大家去认识我们Rails MAC开发框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们的模型 那么模型呢 这一节今天的话会主要给大家去 从三个方面去讲解我们的模型 首先是Rails ActiveRecord 那么主要呢 我们会去讲解它的一个体系结构 ActiveModel 还有它的一些CRUD的操作 那么包括一些数据校验 还有我们Corebacks 还有Aus Collection 那么在讲解我们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后的话 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建立我们的手机模型 主要会去通过一些Rails的命令 最后的话会执行我们的Migrate 去通过Console去查看我们的数据库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正式认识我们的ActiveRecord 首先的话这个地方是我们的Api Rails的Api 我们可以看到ActiveActiveRecord 它其实是我们继承了一个ActiveModel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具体的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ActiveRecord的guide 那么它呢就是右边的这一块呢 主要是去展示了我们的一个ActiveRecord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目录结构跟我们的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么首先呢ActiveRecord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RM框架 RM框架也是我们的Object Relation Mapping 那么是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对象关系映射 那么它的特征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Name Combination 因为RubyActiveRecord采取了这种约定优于配置的一种思想 那么它这个是它的一个模型 也说我们的Ruby语言的一个对象模型 这个是我们的关系数据库的一个数据库模型 大家可以给来看一看它们的一个具体的区别 首先是这个Article它是一个我们的类 然后的话Articles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复数 表示我们的表明 因为它的主要考虑是它是这样表示来存所有的文章的 所以说它是Articles 然后这个NineItem NineItem这边都会对应到NineItems 首先的话它会把我们的两个单词通过下滑线给分开 然后的话会在最后一个单词后面去加上我们的一个复数形式 这个当然也是第二第二次MothMath 这就是说它是完全按照英文的一个单复数的一个方式来去做的一个映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Article 然后它最后会称称一个Articles的一个表明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 就是我们的CRUD ReadAndWrite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创建好的话User.create之后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传我们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一个Hashi的一个Hashi结构 那么就可以直接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创建我们的User 那么同时还有第二种方式我们的User.6 可以生命一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的各个属性进行复制 复制完之后的话 最后可以直接点User.save 那么就可以去提交我们的这个记录到数据库 这个是我们的Create Read的话那么很简单 我们上次也给大家去演示过 我们可以直接去点All 点First 就是去插到我们的第一个 然后的话点Find by 那么后面是我们的建制对的一个Hashi结构 那么就可以去根据这样一个简单的条件去做一个查询 可以看到Reals的话 它对我们的ARM的封装的话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彻底 这是CRUD 然后的话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也就是我们的Venu Edition Venu Edition是我们的这一个Reals 对于这个模型成的一个好的很好的一个封装 它会在我们的提交数据库之前 去首先给我们做一个数据借鉴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我们的数据的一个准确性 还有我们的一致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怎么用的 直接会在classUser 这里面会去写Venu Edition Name 这个Name就是我们去教验的哪一个字段 然后的话 这个Persence就是我们的持久化是否它是否必须有 那么出就是它不能为空 那么这里User.Save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Force 然后的话它会去 它就会去把我们的这一个Arrow打开 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Create 首先的话就是说这个Venu Edition 它是会在我们的数据库提交之前都会去做这样的操作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的去可以直接去执行Venu Edition 也可以我们来看一下的它的一些它的一些类型的话 它可以是是否已接受 这个地方主要会用在用户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付选框里面 然后的话会有一个关联的一个验证 然后这是确认性验证 还有我们的一些格式验证 包括我们的长度 我们的数值 我们的这一个是我们的是否唯空等等 这个是我们的是否唯一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么的话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去给我们去加一些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Message错误的话 错误你可能输入你输入的姓名不存在 或者说是你输入的年龄有误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的校验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去返回我们的一个Aros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到我们去Aros.Messages的话 我们会看到它们里面的这一个模型 所有的一个校验的错误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哈希结构 哈希结构以我们的字段名作为一个 用我们的字段名作为一个键 然后它里面的一个校验规则所返回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我们的值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我们的callbacks callbacks呢也是是我们Aros模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主要是去我们如何去对我们的整个生命周期去做一个验证 那么具体包括哪些生命周期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它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个CRUD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beforevaluidation 在我们的教验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去执行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去做一个判断 然后在我们的beforecreate之前 在创建之前去做这样的一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beforevaluidation 我后面可以直接去写一个方法名 然后下面的话直接去声明这样一个 去定义这样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同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beforecreatedo 通过把这个方法不用单独提一个方法 而直接写一个do的写的写的这个do的结构里面 也是可以一样的 然后的话具体它有哪些呢 可以有create createobject之前的话 它会依次执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beforevaluidation 在教验之前 在要教验之后 在我们的存储之前 在我们的存储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的beforecreate aroundcreate aftercreate aftersave aftercommit aftercommit是在我们的数据库提交之后 会去做什么操作 afterrollback是在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产生错误回滚之后 做哪些操作 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对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create 那么这是update destroy 也都是有相应的一个东西 这一块的话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再去做一个介绍 然后的话 我们再然后的话 它会我们再继续看 会有一个association association的话 就是我们的对于我们的 这个wells里面也是我们数据库结构里面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has many beknown to 这个是我们的association 比如说我们通常有什么呢 beknown to 就是说我属于谁 我属于什么东西 然后has1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has many一对多的关系 has and beknown to many 这就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那么它对应到我们的数据库的分别的一个一对多 多对多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地方也同时可以去做一个深入的学习 当然是在这个下面 我们今天的话 那么主要会去给大家 首先让大家去有一对这一块 activity code的核心内容有一个认识 然后的话我们一起来去建立一个手机模型 我们一起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rails generate model 可以看到我们去生成了一个create mobiles 我们这里是mobile 我们这个mobile的话 根据我们的业务逻辑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其实只有一个名字 smart machine 然后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两个不同的版本 然后下面的话都是一些图形化的一些介绍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没必要这么做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把这一个memory type memory type主要是对应我们的这个类层的大小是多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这样之后的话我们的我们的模型就有了memory type 我们的mobile好 我们首先的话从我们最开始的地方做起来 然后的话我们现在就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内容 把这几个模块都会涉及到 首先的话在创建完我们的通过rails generate这样一个生成器创建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去把我们的数据库生成好 因为我们最开始会把数据库给删掉 所以说我们重新来创建一次 wake db wake db migrate wake db wake db migrate 好已经创建好了表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rails c 首先是我们的mobile 那点name等于比如说垂直射击m.dsc m.dsc.good goodmobile m.save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sql insert into 然后begin commit 好我们现在在刚刚是已经新增了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forbio.o 这里就是我们的查询 然后点first 是我们的查询第一条记录 update delete的话 待会再做讲解 我们现在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orientation 好 先复制一下吧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句话给复制一下 复制完 直接在这里写 因为我们这里默认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可以去加一点 试试成两个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一个name不能不能为空 那么我们再来name.name等于xxm.savem.save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就叫一眼就是那么 is too short 必须要大于三个字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valutation的一个设置跟我们的检验 还有我们的aeros的一个测试 然后cobex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简单的给大家去看一下 直接写吧 before save before save 我们说说可以直接去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p oh you want to save me 好 好 我们一起再来试一下 reals的开发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 点 点我们可以直接去更新吧 m.name等于xxm.save ok oh you want to save me yes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before save之前去执行的这一个这一段代码 然后的话再次去真正的执行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样是save 他其实很聪明 那么的话他会去update 而不是说我们的create 这也是reals把我们类置好的一个特色的功能 非常的方便 然后的话最后的话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去说一下application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其中的一个模型的话 是我们的memory type 另一个模型是我们的mobile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那么 belongs to mobile 好 好 我们再来realsc mt等于mobile 等于memory type.6 mt.mobile等于可以是我们的mobile.first mobile.size mobile.size 等于146 mt.price 等2450 mt.size save 好 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他已经去做了一个关联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确定呢 mt. mt.reload reload的话 它是会去数据库里面重新去加载并且读取 mt.mobile 我们可以直接去找吧 那么mt.mobile就来 那么这就说明它的一对多的一对一对这样一种外界关系就成立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库的结构 quit mobile mobile id 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mobile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今天的课程 给大家去认识了我们reals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activity record 下一节课的话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去深入学习我们的activity record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别 there 二 蒸 late